好 为了推广客家文化以及玉里的洗衣亭文化 玉里镇名代表吴新闻以及镇公所提出了 玉里镇客庄冷泉观光油气区 洗衣亭清水油气改善规划设计及工程师作案 清澈的河水还能看见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 这里是位在玉里镇期末里的洗衣亭 婆婆妈妈提着衣物来到这里边聊天边洗衣 他们笑着说这里是他们每天来报到的地方 洗衣亭并没有管养单位 平时就是靠着来这里洗衣物的居民整理跟维护 不过居民表示希望这里可以提升安全以及改善排水系统 排水系统还有安全系统 这个路是太动了 而且我们年纪比较大 有时候我们要体育上去 体肤上去 为了推广发展客家文化以及玉里洗衣亭的文化 玉里镇名代表吴新闻提出了玉里镇客庄冷泉观光油气区 洗衣亭清水油气改善规划设计继工程师作案 就有产生观光所向这个科委会来提出这个客家生活圈的这个规划 那希望把这个洗衣亭兼这个亲自的油气区能够规划成一个非常好的油气的场所 然后我希望说如果我们这个泳泉经过这个检测以后 可以达到冷泉的水准 那也希望然后把这个地方规划成我们玉里镇的这个冷泉区 让我们玉里镇的证明 以及到玉里观光的游客都能来体验一下我们玉里的冷泉 清澈地下水又冰又凉 玉里证明有的会来玩水 有的会来洗衣服 这处公共用水空间存在已经超过一夹子 透过计划希望用观光带动人潮再度活络小镇前景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